那我最后就在意的是那个咬字的部分 所以我投给范伟琪 来来来 向伟琪 谢谢双声 好 好 宽 为了平衡我投给向伟琪 好 里面的评审可以公正一点 好 登起就是为了平衡 谢谢 好 小胖 呃 我也投给向伟琪 好 他就是不要你讲话 不是讲好吗 他就是不要你说话 请坐 佼佼 眼镜借我 那恭喜伟琪 卫免成功 好的 真的很惊喜 目前呢 两组卫免者都碰到强敌了 而接下来这位选手呢 经验非常丰富 因为他过去就是参赛者 上周呢 他复活 然后又被淘汰 幸好又被三百位观众救回来了 今天要好好表现 欢迎李亦轩 年仅二十三岁 就拥有丰富社会历练的李亦轩 上周崇拜不复活涌台 沧桑的嗓音 获得 您是十多惊险成为 那帝王救回你 今天再度重复 嗨 各位金小师 嗨 嗨 很感谢三百位观众 珍惜这一次机会 又可以再次唱歌给 这么专业的评审老师听 还有唱歌 谢谢 谢谢 机会命运 今天选择 机会命运 请选择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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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 命运 第一天 第一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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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第一天 同有淡定歌称号的吴作语 及低沉的嗓音 与毫无起伏的情绪变化 成为他独树一格的特色 目前已未免两周 那机会是谁 小小 其实都还蛮强的 强的 好 看起来有点交情的样子 对 因为 就是从之前 第一次到这边的时候 就是 他就是有 就是那时候我在练歌的时候 他在旁边听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就有这样认识 这样子 因为我们两个 昨天一起坐公车回家 他还帮我出公车前 因为我没有悠悠卡 对 早知道就 早知道就 就让他自己走回去好了 累一点 好 来 请坐一下 座椅 好 亦宣剪什么歌 今天要求的曲是 黄大伟的 《让每个人都心碎》 因为我求学的时期 过得很辛苦 我单亲 然后我16岁那一年 才离开爸爸 搬去跟妈妈住 然后那时候 妈妈比较早婚 所以她可能还没有做好 当妈妈的心理准备 所以她很多坏习惯 就是酗酒 然后不工作 完全都不理会我的生活 还有我的学杂费 所以就导致我16岁开始 可能凌晨就要起床 起酒的时候去工地打工 然后赚自己的活费 还有学杂费 那时候我一度很讨厌我妈 然后 但是现在我长大了 我妈妈也改变了 她不但戒酒 戒烟又戒毒 然后她一直很努力 试着在弥补 她以前没有做好的事情 所以其实 这一次我选这首歌 是想藉由这个机会 透过镜头 跟我妈妈讲几句话 可以吗 可以 妈咪 以前小时候我不懂事 所以 我们在吵架的时候 常常会 口出二言 然后 讲很多 让你很 让你很心碎的话 我知道 妈妈只有一个我知道 妈妈只有一个我知道 你的未来 我帮你扛 我的未来 我们一起扛 我会加油的 这首歌送给你 希望你会喜欢 我爱你 好 好 加油 加油 哲宅 车是一片际黑 谁都不能看见谁 除非静静依依偎 我热醉 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 整夜又整夜都会 胡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 我罪 爱情怎么让每个人 都心碎怎么去安慰 风流泪 你的泪淌上我的脸 从此就再也说不出 我爱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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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周云请到台上来 我今天选的是陈迅迅的内疚 请开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是用比较成熟的 超过你年龄的方式在唱歌 但淡定歌我觉得你虽然唱歌 你现在很懊恼对不对 因为你有点瑕疵 但是我不觉得是问题 我觉得有时候情感表现 在演唱或者在表演的时候 有些真实的表演 是不见得跟这个完全有关的 两位也都选了一些 还蛮是蛮属于自己的歌曲 可是我觉得你们的表演 都过于你们的真诚的演出 如果真诚的那一部分 尤其是易轩 你刚才在演唱之前的那一集话 讲完之后 你都还能够做一个 这么完整的表演 所以我心里头会觉得 你的演艺的部分 会不会多过于你情感的流露 有的时候太多演艺了 其实不会啊 小胖老师 是 国伦你住口 那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觉得 我跟你讲 现在我们没有麦了 我们是别的麦 所以什么话都就是出去了 对 对 其实他本来讲国伦你住口 以前有麦的时候 他是拿掉了 但是你知道现在也没有麦 你知道吗 讲什么大家都听 好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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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红 二位 你们第一次目前舞台上 两位都蛮能唱的歌者 两位都唱得非常好 其实在表演的时候 我觉得情绪控制是很重要 情绪控制不好 做一些过多的事情 会影响到你的唱的部分 好 我们现在打分析了 来听听三百个观众怎么说 好 谢谢 你们苦口心 都是希望来唱歌的朋友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同学们的意见了 来 黄衣服的你们是什么团队的 我们是杨梅高中来自 精英康辅社的 是是 那边也都是 黄衣服的都是杨梅高中 对 精英康辅社 精英 静英 很有劲儿的老鹰 对 可是你看起来很瘦弱 不会很呛呛呛呛 你感觉是被老鹰叼起来的小鸡 好 你喜欢谁这个 益轩还是座宇 我比较喜欢益轩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 就是跟原唱 其实唱起来都不一样 然后而且他很帅心难 然后就是原唱唱起来就是 很私心裂肺 然后他唱起来就是 让我感觉到 他对他妈妈的爱 是 好 来 你喜欢这个益轩呢 还是座宇呢 座宇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淡定歌 可是他今天唱的 就是很不淡定 对对对 然后就是有一种 理直气壮的感觉 人呢 人呢 很帅啊 你也敷衍我的感觉 好 但是真的 长得重要 重点是歌声 能不能征服评审 现在益轩是复活 对上目前累计奖金 只有8500元的座宇 看看谁能胜出 小燕姐 好 其实两个是好朋友 我们还是要来看分数的 分数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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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千得二的分数是 好 八千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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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喔 所以上个礼拜 得到八千五 今天的分数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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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场观众评审 强力募集中 参加极有机会 获得知名品牌清洁保养组 想请请上官方网站 防晒美食